帶我來這裡幹甚麼? 要報君爺好感 首先要哄嚴祖兒, 對吧 你們想買甚麼?隨便看看 我們想買了你的店 祖兒, 上車吧 你這麼急不找我, 是不是爸爸有事? 當然不是, 是我想見到你 怎麼了?不喜歡見到我? 不是, 不過我以為你找我有甚麼特別事 就是特別事, 上車吧 你帶我來這裡嗎? 來, 來這間 你真是誰? 來 小姐 小姐, 為何你們在這裡? 當然了, 這間店是為小專為你而買的 為我而買? 喜不喜歡? 祖兒,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這間店的老闆 祖兒, 考慮一下要一個新的危險 好嗎? 我考慮, 不論如何也好 我很感謝你為了我做這件事 祖兒, 我想你誤會了 也不是誤會的 我是老邊門, 甚麼壞事我都做不齊了 可是我在荷蘭那邊 我總是想回來香港搞事 好了, 我終於回到香港了 始終還沒人在江湖 可是你可不是我爸爸拿錢 回荷蘭發展的? 我們大家都在江湖中打你 你很幸運 你可以選擇不做江湖中人 可是我不得了 我小時候死了我爸爸 昆兒一手臭大衣 他教我甚麼我就做甚麼 好像他叫我飛去荷蘭 跟他打你的生意 那我就飛去荷蘭也不行了 祖兒, 有時候我真的很羨慕你 你說過不見君爺的生意, 你真的不見 你不得了, 我沒辦法選擇 其實我不喜歡老邊門 我也不適合老邊門 可是我一個老家 難道你想做老家, 一直就下去嗎 所以我就想 不如你教我打你生意義 是正行 你不是想要生意義送給我的嗎 我可以再開一間 殺人和烹飪當作弄好生意義 在藝術界, 我就做大壓力, 好嗎 好, 我考慮一下 祖兒, 你過來吃飯吧 這餐冷了就不好吃了 好, 吃好了… 祖兒, 來, 坐 祖兒, 大家自己別客氣 以後東叔就不等了 東叔當勞, 下次真的不用等了 別客氣了 祖兒, 不用不認真聽那個老人家說話 你整天開玩笑 我很老嗎?白頭髮也沒條 有呀… 拜託你吧, 老爸 老眼分花了, 白頭髮也還剩幾條 你真是老, 我不過是灰灰國無色 你看他氣得他的樣子這麼認真 說笑而已, 吃飯吧 吃飯… 祖兒, 你下午去哪兒了? 我忘了告訴你, 今天下午阿慧帶我去看新店 是呀? 又搞夜總會嗎? 不是, 他開了一間跟以前魏謙一樣的手工藝店 還叫做新魏謙 你這個臭小子有這麼高尚的品味 我不相信 其實阿慧有副聰的 他一直幫爸爸做事又… 拜託你明天鎮 你想想, 他開店鋪又叫新魏謙 第一時間帶你去告訴你 他一定是到時候就懶惱 讓你知道他是老闆 然後他就裝得受盡委屈地跟你說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博你同情嘛, 是不是? 最後他一定是說這間店鋪是為你而開的 最好你跟他一起搞, 是不是這麼說 這種事我三十年前已經有了 幸好你還記得 他當天追我的時候 就說我開一間補習社 請你做教師, 你幫幫小弟哥吧 我這樣才被他追到 是嗎? 我爸爸這樣看不出來 你一輩子有一次大手不佈 開補習社這麼厲害 瘋了, 開補習社一個先也不用 不過我和你爺爺借個廳洗一下 甚麼算大手不佈 你這個臭小子就真是大手不佈 祖兒, 阿偉現在追著你嗎? 追著我? 祖兒, 你真的要打小十二分精神 阿偉這個人很陰沉 不要被他的美麗方而騙倒 老爸, 你這個人不是這樣嗎? 你還在聊天, 你很快要把叉燒 今晚碟叉燒, 你吃光了 我現在吃得夠了 拜託, 你倆子爺 不要吃飯, 你欠菜吃的 我也沒有吃 他失不失禮一點 整晚都沒吃過叉燒 你真是… 我吃飯 還說我吃光了, 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趁現在祖兒對你, 意亂情為似的 接他回來吧 幹甚麼?皇帝不急太緊急嗎? 祖兒, 阿偉 甚麼事? 阿偉, 店舖一批新貨來了, 很漂亮 我想你一定會喜歡 那我有空去看看 不如明天吧, 看完貨之後我們吃飯 我有兩張音樂會票, 想不想面子? 祖兒 我明天沒空了, 我不如遲點再找你 好 再見 再見 怎麼樣?沒空了 你說話嗎?我拿著新藝圈做籌碼 我怕他不想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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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俠堅, 怎麼樣?有飯吃嗎? 現在在做事, 別聽你的話 不好意思 阿偉, 阿偉, 想要你來給我 是, 阿偉 你吃得更好, 說了多少次 老弟兄看起來很難幫你 阿偉, 阿偉, 你在做甚麼? 找人 找甚麼? 阿偉, 看好了 怎麼樣 飛人來的, 去看看 來, 去看看 看這個… 阿偉, 說了幾萬元而已 我不是, 到底你一時不變 這樣也不相信我 還不相信你? 上個星期, 你是前日子 你現在說今天要耍我 甚麼事?幾位 追債 這裡是猜盤, 追債追到猜盤 甚麼?欠人錢不用還 欠單 欠你們多少錢? 三平 我告訴你, 這筆錢他一定會還 但是這裡的警署 不要隨便花費 有甚麼事外面解決 我還會阻差辦公 阿偉,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阿偉, 現在多給你一點時間 到時候你不還 別說我不給你 走, 收到了嗎? 阿偉, 你有東西嗎? 警察被人追債, 追到警署 有甚麼搞錯? 我知道他離譜一點 不過他可能一時不行 你不用再幫他解釋了 他這個人當家不是聽話 就是借雷頓 現在還借大耳孔 請你寫一份報告給我 寫報告?不要怪Madam 你多給他一次機會 我給他了很多次機會 如果這次這件事我也不管 我怎麼交代 我明白, 我明白 不過這樣我做擔保 好, 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最後一次可以嗎? 不行, 一定要寫 不, 你不明白 如果我寫了媽天那份報告上去的話 媽天那份報告由你寫 最多是行為寶花 如果由我寫 他長的薪也沒有了 那就大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媽天沒有那份薪 他甚麼都沒有了 他家裡… 所以我就再給他一次機會 由你來寫 好…那我寫, 我出去 好… 劍哥那裡已經排了旗了 好 沒事的, 媽天 放心吧, 堅Sir這樣看我們 不要怕, 不用怕 我一定幫你 不好意思 堅Sir 劍哥, 我沒事吧 對不起, 媽天 這次你的事一定要寫你的報告 大哥, 不是你這麼嚴重 沒想到 堅哥, 為甚麼你答應了 你當然不幫我 媽天, 不是我不幫你 上次那件事我已經押到盡了 這次又被他斷了 你叫我怎麼押你 大老堅, 媽天的花樓就是花了 她的花樓如果我要寫 五年前你已經花過花麵貓了 算了, 媽天, 寫就一定要寫 你橫天也不拼責了, 讓我爭辯吧 好了…時間到了, 一起去 大老堅, 一起去 我不去了, 你們去 大老堅 他根本不是為了兄弟 大老堅一向都是為了我們的兄弟 他這次這樣做也是不斷意的 不斷意?我說他除了想邀功 只是聽我男人母那支笛笛 媽天, 你說甚麼 我相信大老堅一定會這樣做 你不想想你平時怎麼做人 很過分的 你說大老堅前前後後 替你押了多少次鑊? 他說我們阿鼎 他不跟我們甚麼鑊 有甚麼事, 我跟他沖 總之你不要令大老堅困難做 算了 上一次令你不能見到球 我真的不好意思, 對不起 傻瓜, 大家是兄弟 說完這件事幹甚麼 這次見不到, 下次再見過 有沒有錢, 借他來盯他多 我不會借他 把金糖搞定了以後 我說過斬手指甲賭 沒有, 我全副身家只剩三千元 就這樣吧, 三千元 那好吧, 我們就拿給你 好 這隻老實威好 天爺, 當然要淺色一點 好一點 來, 你不認識 不是, 老實威 來…總兒, 你說是否這隻好一點 這隻真的不錯 是嗎 這隻… 糟了 甚麼事 來 還是這隻 回來的 甚麼事 甚麼事… 甚麼事… 健哥, 通叔說要跟你做到新西裝 等你去見球 老爸, 你甚麼時候學會做西裝 我甚麼時候學會做西裝 你做西裝的尺碼 都在黃師父那裡 不過我量一下你的肚子 有沒有大到 老爸, 別搞這麼多事 現在見球就不是一定的 不是呀, 健哥 我對你非常有信心 我… 你別餓了 你老爸說跟你搞個大食會來慶祝 是呀 要不要這麼誇張 不是呀 這次全村的村民都看你了 你一定要威風一次給我們看 是呀, 我們去看看 好… 都是這隻 我也說是這隻 是老爸, 這隻好 各位長官 本人是鄧鐵堅沙子 隸居二零九警區 向各位匯報去連我們本區的情形 在我們… 在我們上級英明領導下 和全區的… 各位長官 本人是隸居二零九警區的鄧鐵堅沙子 向各位匯報我們區的情形 去年我們獲得全港性愛率最低的榮譽稱號 今年我們會繼續努力再奪殊榮 謝謝各位 是 是 各位長官 本人是隸居二零九警區的鄧鐵堅沙子 你好 在這裡向各位長官匯報我們去連的… 情形 我們獲得全港性愛率最低的榮譽稱號 我們會繼續努力再奪少力 謝謝, Sir 怎麼樣, 你在哪裡 在這裡 小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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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鶴, 這麼漂亮 小鶴, 你喝吧 大鶴 小鶴 小鶴, 是貴的, 很帥 小鶴 你叫我吧, 你說要我穿著西裝 好像成績不醉醉一樣 不會, 叫我吧 這次要不做, 只要靠人 甚麼 你平時都教我了 甚麼 別這麼緊張 現在誰會緊張 怎麼會緊張 喝酒去吧, 喝酒去趕壞 你的腿不會打卡 這麼晦氣, 不如別煲 這次怎麼這麼幫你呢 真厲害 想起床了 馬鐵, 你不是真的生氣了大老堅嗎 他成功了都可以嗎 我馬鐵是不是這麼小的人 雖然他經常聽他倆說 但是我跟他做了十幾年兄弟 我也不想他做事, 是不是 你說的 那到時候大老堅的慶祝會 你一定要去 當初我也要告訴我 馬鐵, 去到說幾句好話 沒甚麼事都沒了 去都沒甚麼所謂 不, 不過我不是很會說話的 我怕到時候 待會兒心情很快 你幹甚麼, 很緊張嗎 不, 緊... 緊甚麼緊張 為甚麼你又緊張 我甚麼大場也沒見過 那時候我們村子 選理事長幾千村民 我怎麼一樣上去說話 緊張 你這張廣詞不愛了 幹甚麼 你們給我最後看看 我們收拾一下, 有沒有東西 你已經比平日好太多了, 鄧Sir 進去, 你看著我 我很多年沒參加這些球 不是球, 只是普通餐會 走吧 阿文 阿文 越來越漂亮 如果不是, 怎麼稱得為境界之花 別笑我了, 張警師 你介紹別人, 你認識吧 好… 張警師, 陳警師 陳警師… 陳警師… 陳警師, 你好 你怎麼這麼多手汗 不好意思, 我平日那天… 快點告訴我 你是甚麼辦法補充得這麼好的 陳警師, 林哥, 薇姐 現在不是薇姐了, 是興姐 是興姐 好, 麻煩你們兩位別說 我們開玩笑, 好嗎 好 我們去喝杯飲料 好, 請給… 不好意思 媽媽 Johnny 好, 沒見過了 最近怎麼樣 聽說調到環頭館就這麼說 好嗎 那裡還沒開玩笑, 沒空館 真是替你辛苦 介紹我們環頭的同事你認識吧 鄭警師, 鄧鐵堅 鄭警師, 你好 鄧都策 不好意思, 我剛好準備見波子 祝你成功 謝謝 上去 碧榮 喝甚麼 好, 謝謝 麥志佛 王Sir, 來… 很久沒見 你真懶惰 我? 很久沒跟我們打哥爾夫了 最近吊了環頭很忙 上次大賽你不來就跑步了 我十三棟, 十五棟, 十七棟 全都是Eagle 大王, 是不是吹牛 你冷冷的Eagle 那我就沒了Eagle 真的 阿芬, 下個月大賽你不來 我罰你 你通知我, 我一定來 真的嗎? 有個笑話真的要告訴你 真的嗎? 跟你同期的陳Sir 上個月剛才做警師 現在想跟我們學打哥爾夫球 是嗎? 甚麼時候是這個 就是了 真是開玩笑 有時候追不上了 要把我的後輩才行 下個月你不來捧場 我罰你 我一定來捧你 那真的要來了 行了 不妨礙你們吃東西了 好, 一定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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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 你怎麼這麼晚 師兄 你也來了 是 蔡Sir, 這個我們環頭的同事 鄧尼堅沙子 蔡Sir 他安排了劍波 好 蔡Sir, 說劍波的事 好, 繼續說劍波的笑話 有一個第一次見過的時候 滿頭大汗 還有一個 聊一聊, 像個傻子一樣 還有一個更離譜 褲頭打掉了 真是好笑 真是好笑 第一次 怎麼樣?不習慣嗎? 不是, 說得很好笑 警察, 剛才找你 是 今天程序改了 就不用你上來回報了 好 就改一會兒歌聲唱歌 好, 謝謝你 對不起 弄得你白做功夫 沒所謂, 不說就更好 不好意思, 我去洗手間 聽說那個鄧鐵堅 當了十幾年差, 現在才見過 那倒是 他才勤奮了 快要吃糧了, 他才會拚命 主要是那個阿蜜, 大力推薦的 你真是消息靈通 如果人家不是給阿蜜 他怎麼會見過呢 那他們兩個就是... 嘉吉郎 謝謝 阿娟, 阿娟 阿娟, 阿娟, 阿娟 阿娟, 阿娟, 阿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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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娟, 恭喜… 大家等了很久, 好嗎 阿娟, 阿娟 阿娟, 現在的銜頭應該是 排山村美事長, 阿堅督察鄧傑 是呀 還用過的, 哪有?那是強勁 大家請過去… 阿娟… 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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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娟 阿娟, 阿娟, 過來… 阿娟, 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坐吧… 是呀, 過來吧 阿娟, 阿娟 阿娟 裡面這麼開心, 自己走出來 有心事嗎 沒有, 傻瓜 阿娟 阿娟 阿娟, 你升不升到 始終是我們大哥 爹地, 有些事到現在我才想辦法 其實做人真的要順其自然 有時候說話很簡單 你要我說出口, 我就一輩子說不出口 有時候對人騎騎騎虛偽笑幾聲 以為很容易 我做不到 那…我也收拾自己的東西 就是做人的自尊 喝了, 先去拿點東西喝 今天晚上的月光很圓 見哥 阿娟 阿娟 阿娟, 是不是覺得我很沒用 怎麼會呢, 見哥 做人最重要是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開心嘛, 要怎麼讓人看 像我這樣, 很多人都說我傻 有大小姐不做, 出去打一份工 拿虎離身 其實我不是跟你一有這麼看法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嘛 還有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祖兒, 謝謝 來, 先吃點東西 我不吃了, 你慢著聊 我先進去 還看嗎?人都走了, 門都被你看穿了 是嗎?好可怕, 媽媽添口花花 今天晚上怎麼不見媽媽 他說本來是來的 但是突然打電話給我 說有事不來 上次財務公司向他追溯的事 他搞定了沒有?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問我借了幾千塊 怕他搞定了吧 他沒想到他 見過… 師姐, 是 媽媽今天這麼早回來做事 你過去做吧 媽媽 我不是故意要畫你的行為寶 老闆跟我說 一定要寫, 不寫不可以復仇 如果我不寫, 就她寫 她寫, 你連份量都不能咬 我也沒甚麼生氣 不斷生氣一點 是不是很不妙? 不是? Teddy告訴我幾千元你也給她借 我叫她不要說, 她真的… 說甚麼? 我告訴你 如果還有些不三、四人上來追訴 後果是你自己清楚的 我也跟你說, 如果真的不行, 跟我開口 說真的, 我真的不太甜了 你可不可以借兩萬元去頂多嗎 我已經預料了, 待會兒拿給你 你要答應我 一拿錢就好了, 沒多招募 有錢就交給你, 好嗎? 今天你怎麼不說話跑去? Madam, 我放棄了, 我棄權了 我做不到 我自己想過我不是那個階層的人 我又不懂得打高爾夫球 我又不懂得陪人家假笑 人家說不好笑的笑話 我又不懂得陪人家假假假假假假 拿下笑, 我笑不出 一個人為甚麼要強迫自己 做些不開心的事呢? 還有, 我不想將來見到人的時候 人家說我是因為墨志昏 督察才有機會見博 我… 我又不想將來見博 對不起, 我不是說你 我知道你是想我好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不適合 還有, 我也不想將來見博 有很快 好, 沒腳吧 來吧, 我打個手, 打個手 來吧, 來吧, 老闆 來吧… 君爺正在來, 行嗎 阿嬤 忠仔, 生意怎麼樣? 不錯, 不錯, 很好 老叔, 待會兒他會過來 忠仔 是 下個月起, 這裡不做了 為甚麼?君爺 豈有此理, 這樣是態度跟君爺說話的嗎 三爺 靖哥, 先回去 先回去 靖哥 下個月起, 這裡不做, 要衝上去 怎麼搞的?這裡的生意這麼好 為甚麼不做?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自有安排的 那那些兄弟怎麼樣? 好, 我安排他們轉回做正行生意 他們連自己也不能顧 怎麼做正行生意? 如果是不對的, 我會再安排 總之, 我不會代薄他們的 那我怎麼樣? 這裡一向我看得開的 我不做這些, 做甚麼呢? 你也有很多東西做 你真是說話, 你真是說話 你真是說話, 你真是說話 郭爺 不用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 你去看看吧 郭爺 郭爺, 你聽我說的不好 你不顧著我, 我也顧著一輩子 我們拿明寶粉來橫頭 你不要就不要, 你就給人家 夜總盤你收檔收檔 現在連麻將也折了 郭爺, 你的老人家粉夠收山 我跟老人家一起吃飯的 我們不是偷、不是搶米、大白粉 有甚麼問題 你這樣做是不是想過了一條醜飯 你說甚麼人呢? 誰有此理 君爺, 別這麼生氣 串牛是一時之氣的 真是被他們兩個氣死我 君爺, 你找我 總, 你先回去 是, 韋少爺 韋叔 君爺, 你找我甚麼事 阿偉, 你不要讓我 我這個老人家拿到甚麼都不知道 君爺, 你怎麼這麼說 我以為我很尊重你的 我對你真是太失望了 我打算你回來, 我要做回正行 但你始終可以改變 君爺 你一個星期內, 搞了個生危軒出來 目的只是為了討好我和祖兒 但我可以告訴你 無論你和祖兒發生得怎麼樣 我都不會把生意交給你 君爺, 我想你誤會了 我真是想做回正行 甚麼 這些錢, 你收下吧 我去京堂也安排好了 是, 去美國 你拿著錢, 在那邊做甚麼正行都教 君爺, 你怎麼這麼做 你不用問 總之你一定要走 香港人不認識你 君爺, 你看我們好事為之 君爺 賴少爺 賴少爺, 你怎麼搞的 到現在還心情大態過 你知道小陣眼嗎 老公, 別客氣, 坐下馬上去 有甚麼事再說 我還要回去麻祖館收拾手 沒有 老公 你不會把君爺這樣對那些手足 太絕了嗎 對我就是 對你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君爺要賴少爺離開香港 君爺要你離開香港 江山是我老爸給我打回來的 現在要趕絕我, 不會這麼容易 那你叫我來是... 齊哥, 你想想 君爺把我們的麻雀館大蕩全盡了 全盡了, 目的是甚麼 他倆家找夠了, 享福了 好 但是你呢 十幾年了 你跟他打生打死到頭來得到甚麼 你得到甚麼 還有, 你別忘了 他當作侮辱過你 他倆家傻, 神經病 那他要這樣做, 有甚麼法治 有甚麼辦法 也不是說沒辦法 放下他 你怎麼搞的 大哥, 這麼散 老公 你聽我說 如果龜爺一死 他在龍頭看那個位子是誰的錯 你整隻人在他打死打死 是時候為自己打算 你想清楚 各位兄弟 今天叫大家來是跟大家宣佈 我會是我六十大審的那晚 正式退入金黃洗手 各位兄弟 大家聽著 我以為那些支票 你們自己拿回自己的國功 這些就是當作侮辱的花 真可憐 算了, 計算得不到救甚麼好 不算好了, 龜爺 我抖領也分不了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軍人分錢給我 好, 走 總叔 君爺 剛才我給了花紅小鐘 他幫了你沒多久 是, 我覺得你們倆父子幫過我不少 所以我想不大給你們 讓你們以後可以做正行生意 你也知道 我不想兄弟說我偏心 君爺, 我… 這些錢是你應得的 謝謝君爺… 對了, 君爺 剛才你分錢的時候 我看見阿偉和阿川牛兩個 神情似乎不太好 不知道他們… 他們? 你向他們感受甚麼 不過我們的阿偉真是失望 我希望他過到美國之後 可以改過自身 君爺, 祖兒 祖兒 祖兒, 祖兒 祖兒 祖兒, 爸爸來告訴你 我會在大壽那天宣布退休 甘盆洗手 到時候你也來, 好嗎? 你退休就退休 我來不來有甚麼關係 祖兒, 爸爸這麼做也是為了你 祖兒 我…我那晚沒空 祖兒 祖兒 祖兒, 怎麼又發脾氣了 放心吧, 君爺 祖兒那裡我會勸她的 其實是父女來的, 為甚麼要弄成這樣 我也沒說到生氣 是呀, 你的嘴巴沒說 那樣子擺出來就全世界都知道你在生氣了 你知不知道, 今天君爺來找我 很歡喜地告訴我 他真的決定收山了 他說他要親自告訴你 他說你聽到一定會很歡喜的 現在你居然說你不去 你以為你這麼多傷他老人家的心 你自己說吧 我...我甚麼時候有說過不去呢 就是去吧, 這樣也像樣子 你...你知不知道 君爺這次收山 完全是為了你才肯收山的 這些也別說了 現在他是做大壽 你爸爸生日做女兒的人 是不是應該去呢? 祖兒,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不知道你的脾氣了 你口硬心軟 你自己平心想想 君爺為你犧牲了多少事 你在外國回來 你有沒有真正孝順過他? 有沒有照顧過他? 有沒有做過盡女兒的責任? 君爺現在年紀不小了 你想想一個老人家孤零一個人 只有你一個女兒 整天現在回來還看不到你 要擔心你, 掛念你 你有沒有對得到他? 其實我不是怪他 我生氣他, 想他好而已 我想他做回正行, 過些安樂日子 我明白, 我完全明白 現在你的目的達到了 你是不是很應該回到他身邊 照顧他盡量做女兒的責任? 可是我擔心他爭不定主意 到時候又變卦 他是江湖上的龍頭大哥 他說一句話說出來就是了 不會亂說的 如果他真的肯退休的話 我怎麼會不去呢? 真是女人真麻煩 明明是要整色整髮就是你那些人了 健哥, 別笑我了 不如你幫我想想 買甚麼送給爹地 君爺, 今晚你的仇宴 準備穿哪套衣服呢? 忠叔, 這套東西有我在這裡 你早點去酒樓看看有甚麼要打電話 好, 現在這麼早, 別急 那你明天會換件漂亮的衣服 忠叔, 你好了 這裡有一個位就行了 忠叔, 今天酒樓的東西全靠你了 君爺, 我先走了 好...換件漂亮的衣服 君爺, 這套多漂亮 好 好, 你好 好, 弄成了 你沒怪我嗎? 我怎麼會呢? 我知道你為我好 說真的, 我自己不生性在外面闖禍 闖一闖一闖回來讓你幫我揹 我怕你怪我 我怕你怪我 我還要謝謝你讓我喝六十大壽的一頓 為甚麼這麼說 沒有, 我想到我去了美國之後 一段時間都不會回來香港 這套衣服是我第一次坐館的時候做的 回想起來已經很多年了 不, 很新的 老古董, 衣服沒甚麼改變 但是人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雷軍已經老了 當年很多跟我一起出生日死的兄弟 死的死, 坐牢的坐牢 有些收了山就響奸清福 而我呢, 甚麼都有了 大家熬到現在都不收山了 官爺, 你怎麼這麼說呢? 你身體很好, 外面飯飯都給你面子 無連英雄, 又有甚麼用 我現在只想 只想跟祖兒一起過寧靜的生活 安向萬年 君爺 今天以後 我終於都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就好了 時是 十五年 沒有, 學年 我們要去瞭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君爺, 我差點忘了 我要等一個荷蘭打來的長途電話 好, 你不用去荷蘭 我去酒樓之前我想請去一個地方 君爺, 你去哪裡 這個地方我只想一個人去 老爸, 我對不起君爺 甚麼事?說清楚一點 你叫他千萬不能去酒樓 甚麼事? 衛星要殺他 要殺他? 反了, 兒子 沒錢 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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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一直都很內疚 因為你和你媽媽的死都是為了我 我今天不先真正有面目 見難你母子 之後我會和祖兒一起拜祭你們 君爺,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去酒樓 最早的事 我們一會兒 你怎麼可以走 我們去一會兒 你你會不會走 我會走 你會不會走 你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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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等一等, 找郭君爺 君爺 阿忠, 是呀 甚麼事 君爺, 魏少爺找人殺你 你千萬不要去酒樓 好, 我知道了 走, 走開 祖兒, 請進行車 祖兒 祖兒 爹地 祖兒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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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